12年國教何就何從 就看英倫這兩個人 他們未來的走上 那麼朱立倫呢 他提到國中會考呢 應該是學歷鑑定 不應該是這個入學的依據 這跟剛剛老師提到的想法是一樣的 但是很多人就想說 那還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可以來做入學的主要考量嗎 會考只有回到學歷測驗 學歷檢測 這個朱主席這個講法是對的 但是要怎麼操作呢 必須要搭配第一個 提早到國一跟國二 但是放心 並不是在比你十級 或者是一百級 沒有 而且只要你經過補救以後 你就達到一樣的程度 你就獲得一樣資格 第二個是學校可以根據 你要不要做補救 然後來作為一些 這個進入的建立 然後甚至加強你的這個職業試探的東西 那這樣子就不會使得這個學歷檢測 再度變成是國三五月的時候才考 考完以後你要叫高子中高子來幫忙做補救嗎 怎麼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個都是因為當初政策的這個準備不周 那所以才導致現在要再做調整 但是會考把它還圓到這個學歷檢定 然後做必要的這個做補救 那是必要的 也就是說時間在往前拉 不要到了會考之後那一刻 孩子再來決定說到底該怎麼樣 變成了入學的文明依序而已 而且他不會被切成那麼細 他只要經過補救以後 他就得到跟其他同學找一步到那邊 是一樣的結果 OK 其他國家的經驗是怎麼樣呢 朱立倫他也特別提到了像德國跟丹麥 德國呢26%的孩子進入大學 那麼丹麥學者呢 也說只有1%的精英進入了這些高等學校 那麼為什麼要大家陪著他來考呢 這也是現在台灣討論的問題喔 所以就來看其他先進國家怎麼做 上場執行長對芬蘭很熟悉嘛 他們PISA第一名喔 拿最高等級的學生比例是全球最高的 他們成功的原因有哪一些是台灣可以學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台灣一直在討論關於評量 關於考試方法 我們真的太重視考試 其實考試是一個學習裡面的健康檢查 可是你有沒有遇過一個人 他一直去健康檢查 但他沒有治療呢 就是我一直健康檢查告訴你 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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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沒有進去醫院治療 沒有人給我一個治療的program 這就是台灣對於考試的態度 考試不該被污名化 但是考試也不是所有跟一切 成績依然如此 所以我們這次慶天亞這一期 11月號到芬蘭實地去採訪 芬蘭是個很特別的國家 它沒有考試 它只有一個大學的 大學前的高中會考 可是它你看它最高等級的學生 比例最高之外 它也是全世界那個前端後端落差最小的地區 也就是說他們的均值是最好的 均值做得非常好 對 所以你進入他的教室 你問他老師說 你們沒有考試 你怎麼知道學生有沒有學會 老師都很驚訝地看著我們說 我每天跟他在一起 我看著他 我用看的 用嗅覺 我用我陪著他做這些作業跟進程 每一個人 522個人的學校 就有522份的學習檔案 每一個人是用學習檔案跟自己溝通 我是看我自己的進程 我有沒有學到 我有沒有學會 我有沒有今年比去年更進步 我有沒有達成所謂的能力指標 每一個人是對自己負責 每一個老師他看著學生 他知道 我其實我想中泰這裡很清楚 你作為一個班級的老師 只要你有足夠的時間跟認真跟投入 你要師生比要夠 你一定看得見你學生到底是怎麼成長的 他哪裡會哪裡不會 你怎麼會不知道 我還要再用一張補習班測驗券 我還要再用一張評量來檢測嗎 其實不需要 那像現在台灣談的試性 就是找到孩子的興趣 然後讓他往這個方向走 他們大概在幾歲的時候幫孩子找出來 其實他們沒有所謂的分流 芬蘭是沒有所謂的分流的 但是他們特教做得非常好 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沒有所謂的補救教學這件事 因為他是非常individual的 他是非常個人化的 所以他如果是特殊生 他們不會把你標籤化說 譬如說在台灣 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 面對台灣的這個班級上的落差 老師們都很希望說 可不可以能力分組的教學 就是這樣我比較容易 可是對芬蘭人來講 這個概念能力分組 這個概念從來不在他腦袋裡 因為芬蘭老師認為 每一個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的人在數學部分好 有的人在英文部分好 有的人他在這個方面的表現 用這種方式他會學得好 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 我怎麼分52個人就52個人 不同的能力方式 所以他不會很早的就把你分流成說 你是屬於記憶性的 因為他們覺得幫助每一個孩子 在基礎教育裡面探索自己 找到自己的最適的位置 才是芬蘭教育最主要目標 像顧問你對美國方面比較熟悉 你觀察到的 我覺得像台灣跟美國 我們有時候都學外國 對 我們都學一半 像多元入學是學外國 跑到台灣來 多元入學只有一元考試 他可以很多國多元管道 但是都是考試 用分數來入學 這是很錯誤的一個做法 那其實大學會影響高中 高中會影響國中 就是他的招生方式會影響 那我們看看國外的大學 美國史丹福大學算很有名吧 史丹福大學 他算一個很多元的大學 他甚至保留保留15%的學生 給祖宗三代沒有念過大學的 他台灣可行嗎 不可行啦 台灣只要那個分數差一分進去 公平性 對對對 因為他們大學是很階級的 你去看他們學生都是 都是來自非常良好的家庭 美國是最階級的 沒有沒有 教育非常階級的 他是給15% 15%是給你三代都沒念的 他為了要打破階級 保護他不是國家的政策 因為他們認為國家的領導人 同志性不能太高 你的旁邊都是你同志性高的 你又怎麼當領導人 你一定要有撐痴 所以他可以這樣招生 那像哈佛醫學院也很好 他保留20%的學生給什麼 給偏鄉的 因為他認為醫生沒有選擇 病人的權利 你偏鄉的來我就收 台灣不可能 因為哪個校長這樣收 馬上到立法院 為什麼他差我一分 他可以進我不能進 那個校長就下臺了 所以台灣的多元是假多元 沒有多元 他完全用考試分數來多元 管道很多元 分數一元 那就是台灣的問題 所以說要多元 一定要打破階級 所以為什麼森林國有一個 很好的說 你如果要考試入學 那個分數最多能 參採三分之一 你最多能參採三分之一 如果你考試 但是剛剛中泰兄講得很好 那個會考本來就不是要 來做入學分發依據 就像朱立倫講 他本來就是一個檢測 你從國小要不要檢測 要啊 你國中 國一要不要檢測 要啊 因為你後面要做補救教學 就像剛剛提到的健康檢查 你就是一個檢查 然後把不足的地方 我們體質再養好一點 讓孩子再前進 丹麥的做法 他們披薩第二名 不以培育精英為主要的目標 台灣就是太所謂的精英資源集中在那兒 上學免費 甚至可以領政府的津貼 那麼另外德國的話 只有26%進大學 他們完整的技職體系呢 讓他們在包括汽車工業啦 各個方面都是表現在全球非常優秀的 這些都值得台灣來借鏡參考 稍後來